為什麼好吃東西都沒有很健康 不好吃東西吃起來又很健康呢 今天教你怎麼吃都健康 歡迎收看這個星期的 醬汁的外郎 今天為你介紹的主角是豆製品 豆製品是由黃豆加工而成的 它屬於豆魚肉蛋類的一種 每天都需要 當然怎麼吃怎麼煮怎麼挑呢 趕緊歡迎今天兩位超級專家 一位是在營養學上面投入很深的 吳映蓉 吳博勝 另外一位是全台灣的天下第一主球 沒有人不認識他的 邱瑾瑶 安迪師傅 馬上為你介紹今天主角 豆製品 黃豆有滿滿的蛋白質 還有超過百種的質化素 是取代肉類的第一選擇喔 秋風徐徐催來 猶如慈富的農夫 小心翼地走在綠油油的甜梗中 那配合舞動的 是俗稱毛豆 還只有八分手的黃豆 他們努力搖曳的身軀 只希望能夠快快成熟 一眨眼 三個月過了 石林採收這天 原本綠脆飽滿的毛豆甲 轉眼成了乾枯黃塵 卻蘊藏著珍貴營養的豆海 純白的露絲 一大群一大群地趕來祝賀 農民對作物的慎重表現在他們的臉上 在採收豆子同時 農具仿佛化身為大食怪 將豆甲一口一口地趴進嘴裡 等到農具吃個飽足時 農民就開始一一檢驗黃豆品質 這就是田中之肉 豆類之王的由來 每一個金黃色毛茸茸的豆甲 裡面每根黃豆 都是營養學家公認的健康之寶 他們的營養價值和肉類不相上下 代表健康的希望種子 這些由辛勤農民用血汗換來的黃豆 採收之後分裝至黃豆加工廠 來進行大變身 從篩選、泡水、磨豆漿 一步一步照規矩來 工人不畏滾燙的高溫 就算汗流浴背 也堅持最高的標準 就是想做出令台灣驕傲的安心農產品 你看這樣製作出的優質農產品 隨時令人想大快朵頤 這樣吃就對了 你吃對了嗎 原來豆製品原料大部分都是黃豆 吳博士啊 多吃黃豆和多吃豆製品 對身體好不好啊 很好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人要補充蛋白質 那我們現在蛋白質類 包括了什麼 豆、魚、肉、蛋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順序跟以前我們知道的 什麼魚肉、豆、蛋 什麼就是反過來了 我們現在強調要先吃豆製品 黃豆 最重要就是說其實都是一樣蛋白質類 蛋白質都很豐富 可是有一個點 它就比我們的肉製品勝出 它沒有含膽固醇 另外就是黃豆它含有豐富的纖維 我們肉也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豆製品的話 它含有脂肪 是比較對我們心血管比較好的 所謂的不飽和的脂肪酸 而肉呢 我們像豬肉、牛肉 那叫含的是比較飽和的一些脂肪酸 對還有就是說 我們豆製品裡面含有一些油脂 裡面又有一個叫做大豆軟鈴脂 這個也是我們的肉沒有的 大豆軟鈴脂對我們的一個血管 還有我們腦部神經的一個系統的發育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豆製品為什麼現在我們把它順位擺在第一位呢 當然黃豆在加工之後呢 變得非常美味 而且很有魅力的豆製品 至於豆製品有什麼魅力呢 請看 黃豆是素食者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食物蛋白質的營養價值 取決於它所含的必需氨基酸組成 是不是符合人體的需求 一般而言 肉 魚 蛋類 動物蛋白質的必需氨基酸 比植物性食物的蛋白質更符合人體的需求 黃豆蛋白質所含的必需氨基酸中的 含瘤氨基酸含量比較低 而骨類蛋白質另一種必需氨基酸 離氨酸的含量也比較低 但是黃豆與骨類或者混合一起使用的時候 在營養方面就可以批敵動物性蛋白質 符合人體大部分的需求了 我們把米飯和黃豆或者黃豆製品一起吃 蛋白質營養價值並不輸給肉 魚 蛋類等動物蛋白質 這就成了素食者的一大福音了 而植物性食物因為不含膽固醇 又能夠提供豐富的膳食纖維和質化素 更能預防包括心血管疾病等各種慢性疾病 所以黃豆是一個經濟實惠健康養生的好食物喔 這樣吃就對了 你吃對了嗎 看完影片裡面講到黃豆還有豆製品的營養之外呢 吳博士很多人提到大豆液黃銅素 什麼是大豆液黃銅素啊 液黃銅素這種東西很神奇 它尤其在大豆裡面特別多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大豆液黃銅素 它為什麼神奇是因為它有雙向調節的功能 什麼意思叫做雙向調節 就是說當我身體裡面喔 如果說我女性磁激素太低的時候 它那個女性磁激素的角色就跑出來了 比如說我們婦女啊 停經以後不是我們的一些磁激素會下來 那就開始鼓鬆啊 然後心血管疾病可能的發生率會增加 可是這大豆液黃銅素它會去扮演 真正我們身體裡面磁激素的角色 因為它的大豆液黃銅素的結構喔 跟我們的磁激素很像 所以大豆液黃銅素又叫做植物性的女性賀爾蒙 對 然後另外呢 我就剛剛講說它有神奇對不對 它又可以發揮另外一種 當我身體裡面的女性磁激素過高的時候 它又會去解抗 所以就是說有些如果說家族性 有乳癌病史的人 你會擔心說我的女性賀爾蒙太多 我可以吃些豆製品大豆液黃銅素 它又會來解抗 這樣的身體裡面的女性賀爾蒙 所以我說為什麼它 好像有神奇的雙向調節功能 原來是這樣子的 對 當然我們知道呢 豆製品在加工完之後呢 有很多豆製的加工食品 這樣子比比 我們比比原泰食品 VS 豆製的加工食品 沒有添加任何化學成分 也沒有在加工精緻化 將黃豆水煮之後就是原泰食物 飲食指南建議你每天攝取 豆、魚、肉蛋類3-8份 一份大約就是20公克的乾燥黃豆 等同於一份260ml的豆漿 一份80公克的傳統豆腐 一份140公克的嫩豆腐 一份50公克的臭豆腐或者百葉豆腐 一份37公克的豆干或者乾絲 每一份約莫可提供7公克的蛋白質 來我們做營養比一比 黃豆蛋白質為綠豆的1.5倍 脂肪為綠豆的15倍 所以黃豆的營養價值比綠豆高喔 接下來看看豆漿和鮮乳比一比 雖然豆漿的鈣含量遠低於牛奶 但卻富含了膳食纖維和一黃銅 所以豆漿、牛奶沒有誰比誰好 均衡攝取才最好 最後看傳統豆腐和嫩豆腐相比 嫩豆腐的涵蓋量比傳統豆腐少很多 傳統豆腐的涵蓋量輕鬆壓倒獲勝 我們討論了這麼多豆製品 Andy師傅到底我們說豆製品 豆製品是講什麼什麼是豆製品 好那基本上豆製品第一個 我們先分它的原料 原料當然豆製品主要就是指黃豆或者是黑豆 這些製品 那至於我們所謂的這個綠豆 紅豆、蟬豆等等這些豆 其實它是澱粉豆 那澱粉豆其實它不含蛋白質太多 它主要是指這個根筋的這種 澱粉的這種食品 那豆製品呢 基本上就是指豆子去磨成薑之後 然後做成的這一些製品 那包括我們知道的所謂的板豆腐啊 嫩豆腐啊等等豆乾啊這一些豆腐 就是豆製品 豆製品 希望呢剛剛吳博士還有Andy師傅 回答你很多很多的問題 還破解了很多迷思 接下來呢我們要請到兩位主廚 包括Andy師傅在內 為你帶來精采的醬汁就對了 烹調時間 嘿你知道嗎 把食材變成食品世門科學 但是把食材變成好吃料理 那是個必卡索吉的藝術 馬上歡迎兩組必卡索吉的人物 首先歡迎他們呢 看起來好像姐弟一樣 歡迎周錦瑤Andy師傅還有周媽媽 大家好 周錦瑤廚師界的必卡索 曾任五星級飯店主廚 現在是參旅系主任 旁邊這位美麗高雅的女士 則是周媽媽 No 是姐姐吧 另外一組呢 看起來好像兄妹一樣 歡迎郭宏徹師傅還有郭秉承 大家好 郭宏徹美食交流協會的 副理事長還拿過世界大餐的金牌喔 而旁邊這位是他的寶貝女兒 郭秉承 兩組人馬呢 將透過少糖少鹽少油的概念 為你帶來銷魂的料理 首先是Andy師傅他說 當年在多倫多留學的時候 全靠這個雜醬麵度過青澀的歲月 真的嗎 我們來吃吃看 哇 Andy師傅趕緊介紹一下 你旁邊這位姐姐吧 那是我的媽媽 哇 好年輕喔 謝謝你 所以今天帶來什麼樣的 鬥製品創業料理呢 炸醬麵 炸醬麵喔 不是炸醬麵 是無敵霹靂炸醬麵 為什麼這麼厲害 今天媽媽要做的這個炸醬麵呢 基本上是我們家鄉的阿嬤傳下來的 然後由媽媽來改良配方的炸醬麵 那今天因為是豆製品 所以我們放了非常多的豆製品 在裡面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來做了 好的 OK 哇 這什麼情形啊 用大火把洋蔥爆香 就很過分了 還加入香噴噴的香菇丁 蝦米 蒜末 還有最美味的豬絞肉耶 把這些料均勻炒翻之後 又加入了豆干丁還有磨碎的豆干粉 天啊 如果這不是霹靂無敵 還有什麼是霹靂無敵呢 好 這可能需要炒一點點時間 好 今天是帶你過去找一下郭師傅 他們在幹嘛 馬上回來 郭師傅 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創意料理呢 今天為各位帶來這道五彩碧玉乾丁 是一道豆類製品 也是一道涼菜 那我們介紹一下食材吧 今天的食材很簡單 豆干又健康 豆干 木耳 紅蘿蔔 杏鮑菇 還有最重要的地域 就是我們的芥蘭菜 看看郭師傅 輕鬆俐落把今天的主角豆干 依序切丁 鮮豔動人的紅蘿蔔切丁 肥嫩嫩的杏鮑菇不囉嗦也切丁 這時候小幫手郭秉承 把汆燙過的豆干丁撈起來 冰鎮 還有超營養的木耳切丁 翠綠的芥蘭菜一樣也切丁 最後把汆燙過的杏鮑菇跟紅蘿蔔丁 撈起來丟進冰塊裡面 最後把芥蘭下鍋汆燙 好嗎 所以既然也不用很久喔 既然它水滾起來就好了 看樣子這邊郭師傅需要一點時間 讓Denis去看一看Andy師傅 準備怎麼樣 馬上回來 Andy師傅你的狀況如何 好 媽媽現在已經把我們的絞肉 跟我們的豆干已經都爆香了 炒香了 再來呢我們就是要來調味我們的雜醬 來看看調味的過程 一大匙香噴噴的醬油 一點點的米酒 還有要命的甜麵醬和豆瓣醬 Oh my god 居然還加入一小碗的高湯 和少許的胡椒和糖 還有迷死人不償命的芝麻醬 跟少許的水耶 再來就是用小火呢 慢慢的去收汁 然後把這個肉跟這個豆干 所有的還有我們攪碎的豆干 跟所有的醬 慢慢的收汁 這個時間可能要花長一點的時間 15到20分鐘 15到20分鐘 舒嬅說得好 慢功舒適活 讓Denis找一下郭祖廚 郭師傅 好了 我們芥蘭菜也好了 因為芥蘭菜擺在最後汆燙 它不會燙得太久 顏色不會變黃 吃起來會很清爽 有五彩的FU耶 對 因為這道菜 不喜歡吃青菜 家裡不喜歡吃青菜的小朋友 看到這樣子的處理 或許他會參考一下 因為色香會就變成色以上 來一點鹽巴 鹽巴 一點點香油 香油 一點點白醋提味 然後再把它拌勻 等一下 讓Denis為全台灣的觀眾朋友 來嘗一口 可以嗎 好 來 很清爽 剛剛好 很脆口 對 好像說你的洗澡前面的前菜 很適合對不對 是 那這個也不用買盤 擺起來就可以了 對 其實有時間做一點起來 我們正餐可以吃 小菜可以吃 擺在冷藏裡面 我們一次多做一點點 吃個兩天都沒有問題 做做做請郭師傅舉起你的五彩碧玉乾丁 對著我們鏡頭來個美麗的笑容 謝謝 掌聲鼓勵鼓勵 這一課Andy師傅應該準備好了 那我去找一下Andy師傅喔 Andy師傅 Denis來了 Ready 二十分鐘了 對 好嗎 好了嗎 好了 所以Andy師傅在擺盤前 Denis有沒有榮幸 代替所有的觀眾朋友 小藏一口呢 可以 小一點 小一點喔 小心燙 燙喔 真的耶 豬的後腿肉 甜醬 還有 甜麵醬 甜麵醬 還有芝麻醬 除此之外 它被豆干混在一起了 對 感覺好極了 它會爬進你的牙縫哪個地方 然後一路攻進你舌頭的後方 哇 如果它塗在麵包上會不會好吃啊 好吃 可以 那如果我放義大利麵行不行啊 OK 可以 那是台灣的義大利麵 那我塗在漢堡裡面呢 當然 of course 也可以喔 那今天你要怎麼處理呢 Andy師傅 就是最傳統的炸醬麵 對 那這個麵我大概已經燙了八分熟了 那我現在就是一個上盤的動作 OK 我們要把麵放進來 再來我們今天準備有三種配菜 媽媽拿三種 好 這個是 那個黃瓜 小黃瓜 小黃瓜 切絲了 切絲了 然後這個是小白菜 小白菜 這個都燙過然後把它冰鎮 這個 這個是 豆芽菜 豆芽菜 豆芽菜可以吃生的嗎 再來就是把我們的肉醬把它放上來 好 那再來呢我們就放上我們的 蔥花就好 因為有的人不吃辣 要吃辣的人就加辣條 自己加 OK 一點點就好 我要吃辣 那Andy師傅 除了這些配菜之外 我們還可以擺什麼不同的配菜嗎 還有一個大蒜 好沒關係就這樣 好 那我們請這個 蔥花媽和Andy師傅 端起你的 霹靂 無敵霹靂雜醬麵 掌聲鼓勵鼓勵 兩道豆製品的創意料理 都在Dennis手上 Dennis的左手邊是Andy師傅的 無敵霹靂雜醬麵 Dennis右手邊是 郭主廚的 接下來兩道創意料理 將會擺上餐盤 到底那六大類食物 會不會到期 最重要的是 它的卡路里數字是多少 即將未公布 來看看Andy師傅的 無敵霹靂雜醬麵 有很多很多愛心 配上了芒果月乳 還有芭蠟 就是完整的一餐囉 先來看看這道菜的 蔬菜類有 小黃瓜 豆芽菜 小白菜 蔥花 紅蔥頭 蒜頭 乾香菇 蛋白質類有 黑豆乾 豬後腿絞肉 乾蝦米 全骨根筋類有熟拉麵 水果類有 芭蠟 芒果 再來看看油脂類 有蔬菜油 芝麻醬 最後是奶製品類 有優格 低脂牛奶 這道菜很完整的 包含了六大類的食物喔 好像Andy師傅說了 他的無敵霹靂雜醬麵 有很多愛心 但是你的卡洛里 頭頭是多少呢 無敵霹靂雜醬麵 有六百四十九大卡 芒果 優酪乳有一百二十二大卡 而芭蠟有六十九大卡 總熱量是八百四十大卡 熱量其實超出不多喔 吃了很多愛心 還有很多熱量之後呢 要請你多運動 這一餐吃得多 下一餐吃少一點 馬上看郭師傅的 五彩碧玉乾丁 配上日式地瓜涼麵 還有味噌豆腐湯 還有新鮮果汁 就是完整的一餐了 這道五彩碧玉乾丁套餐 蔬菜類有芥蘭菜 木耳 紅蘿蔔 杏鮑菇 小黃瓜 海帶洋蔥 蛋白質類有 豆干豆腐柴魚味噌 顴骨根莖類有 地瓜拉麵 水果類有木瓜 油脂類有香油 最後是奶製品類有牛奶 完整的包含了六大類的食物喔 郭師傅的五彩碧玉乾丁 這麼多配菜 加起來卡路里會是多少呢 五彩碧玉乾丁有 一百九十三大卡 日式地瓜涼麵有兩百七十九大卡 味噌豆腐湯有一百四十大卡 新鮮果汁有一百二十九大卡 總熱量是七百四十一大卡 熱量完全符合標準喔 哇 郭師傅 你的卡路里數據實在太漂亮了 Good job 讓我們吃得健康又苗條 而且很好吃 讓我們這邊謝謝吳博士 Andy師傅還有郭師傅 帶來這麼棒的食材介紹 還有料理 那如果想知道我們 完成的Recipe的話 請上我們的官方網站 現在為你送上Dennis 今天的小叮嚀 吼吼吼 今天我買了一塊大豆腐 上次我買了一大堆牡蠣 結果一下子就壞掉了 這次我撿到便宜買的豆腐 應該不會這麼倒霉一下又壞掉了吧 阿富 你在幹嘛 怎麼又這麼開心了 因為我買了一塊又大又便宜的豆腐啊 阿富啊 你又貪小便宜買了一大堆便宜的食材了 別擔心了 豆腐又不是魚也不是肉 我想它應該不會那麼快就壞掉的了 這你就有所不知了 其實豆腐也是很難保存的食材哦 豆腐的成分主要是蛋白質跟水還有大豆腥微 它們可是很容易腐壞的哦 尤其是你手上的那塊傳統豆腐 沒有殺菌或無菌包裝的話 要是大熱天的時候 就算你一買回家就馬上冷藏 隔天可能還是會有怪味或酸掉的哦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有辦法 你等我 這是什麼東東 這個就是冰開水啊 你趕快把豆腐丟進去裡面哦 這樣有什麼作用呢 我告訴你 豆腐賣回家之後 放在冰開水中再進行冷藏 可是可以延長它的保鮮器 比較不會壞掉哦 這樣你懂了嗎 原來是這樣啊 太棒了 OK 那我就先把豆腐拿回我家的冰箱冰起來咯 哦 謝謝柚子 你真是幫了我許多大忙啊 感謝感謝 要幫我把豆腐冰好哦 那我就先回家冰豆腐咯 拜拜 柚子真是我的好朋友 要幫我解決一個問題 咦 不對 柚子 我等等就要煮豆腐了 快把它還給我 謝謝法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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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